记忆电脑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甘封 那么今天我们试驾的是Link Z20 那这台车我们先聊聊它的价格吧 其实这台车在欧洲已经上市了 在欧洲的价格是3.5万欧元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已经是27万元了 但是我们国家自然有我们的国情在 包括你做电动车其实有点意思 你要做一台电动小车一般都会卖的很好 你要做高端的电车也不是不行 但当你要造一台高端的电动小车的时候 就有点危险了 所以Link Z20它给了一个非常有诚意的价格 目前它在国内的预售价是14万6 那就算是最顶的版本 它的预售价也只是16万4 所以这台车它明显是总结了前任的经验的 给了一个比较有诚意的预售价 当然这是一个预售价正式上市之后 它的价格肯定是会更有惊喜的 另外这台车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分享过 它的一个静态体验了 今天的话主要是一个动态的体验 当然我们会挑一下它的重点 来跟大家再次回顾一下 那首先是这台车它是一个紧凑级SUV 并且它这个紧凑级还是蛮紧凑的一个紧凑级 它的车身长度是4米46 可以看到它整个车身长度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 但是它的车身宽度以及它的车身轴距呢 是比较长的啊 可以打有后机会把数据放在我们的屏幕上 所以你会看觉这台车它虽然是它SUV 但是它有着一个非常明显的低趴效果 就是整体它的车身姿态会显得很运动啊 也是非常符合现在年轻的一个审美 当然你不要看它车身尺寸这样比较小巧是吧 其实整个的空间体验也是有惊喜的 我们体验一下 那它的车身长度虽然比较短 但是它的车身轴距是达到2755mm的 包括现在前面是我的驾驶姿态了 像我1米8接近200斤的人坐在这里 整个后排的空间表现我觉得是非常舒适的 我不能说它非常的宽敞 但起码我坐在这里我是感受不到拥挤了 包括还有一拳多两只的空间 那整个后排我觉得乘坐的舒适感是有的 那硬要说的话 整个这个坐垫它是相对低了一点点 但是也是我觉得可以接受的地步 那前排的话像我现在用的这个扶手 在这一块区域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是可以把它整个拆掉的 虽然不能前后移动 但是你可以把它拆掉 或者说你给它更换成一个冰箱 看你需求啦 然后车机方面它是15.4英寸的2.5K屏幕 重点是Flame Auto这一次也上车了 那这个魅族小圆圈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当然更重点是它现在整个的车机不仅好用 而且非常的快 它的车机芯片是7nm制程车规矩的隆音1号芯片 这个芯片其实也是 吉利自己的子公司去研发的一款芯片 我今天用了一下 整个体验我觉得是非常的优秀 不仅是一些动画的渲染效果啊 以及你一些切换哇真的超级快 哇真的是不输给国外的芯片 那最近不是说我们国家在倡导 谨慎采购美国的芯片吗 那请大家支持一下吉利的龙心1号芯片好不好 那另外如果你是魅族的用户 那用其它来就会更加舒服了 它会有一些应用流转功能 那比方说 你下班或者上班路上耳机带着歌手机 放着音乐 你上来可以无缝流转到车机 并且继续播放啊 音乐或者说视频都可以的 那这台领克J20 它虽然没有一个高级的自驾 但是它有两个功能 我觉得是对都市打工人非常友好的 一个是它的自动驳车功能 你知道对于一些新手朋友来说 去到市区停车可能是比较脑袋疼的问题 OK那它是有一个自动驳车可以帮助你 另外就是它也有一个零重力座椅 哇那真的都市打工人都知道 零重力座椅简直就是午休神器 OK那么这台车的一些静态体验 简单说一些就是这些吧 接下来我们把这台车开动起来 那么领克J20呢当然也是一台浩瀚纯电架构的车子 那这个架架其实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了 主打就是空间利用和操控 所以这台车除了空间表现不错之外 整个开起来乐趣我觉得也是很到位的 首先领克J20的搭载是250千瓦的后驱油冷电机 当然也是扁线主残要的 然后它换算成马力的话是已经有340匹马力了 那在百公里加速的话 0百加速直到5.3秒 那说实话340匹马力 就算是电车来说 在这个价位也是显得非常的夸张 所以它的加速真的是非常的快 它的加速踏盘就是那种你一踩 它就凤一下来的那种感觉 我甚至觉得那如果你是那种 性格开车比较温柔的女生呢 那你可以比较合适把它的驾驶模式调成节能 那对你来说可能会更好驾驭一点 那另外我会觉得这台车 它方向盘的转向手感是有点偏轻的 那我今天有尝试了一下 不论是在舒适或者标准来说 这个转向助力我就觉得有点太轻了 那对于男生来说也是像我这样 我会觉得运动的转向模式会相对好一点 配合起它这种加速这么快的踏板 稍微重一点点的转向 我觉得会让我更有一种操控信心吧 也相对没那么割裂 不会上轻下重那种感觉 然后这台车它真的是主打一个 都市通勤的那种灵活感 那因为它车身尺寸比较小 那种先天的优势 所以在都市里面穿梭开起来的时候 是真的非常有灵活性的 而且它虽然短小是吧 但是它底盘的支撑性是蛮到位的 像是我今天配合同事 拍那种动态拍摄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加速之后 紧急变道的一个动作 哇底盘真的是很撑得住 哇那一刻是给了我非常强的信心的 那相对来说 它的底盘简震 我觉得是香香的有一点点偏硬了 那这种就是取舍问题了 它已经提供了你这么不错的底盘 侧向支撑力 那么我觉得简震相对 偏硬一点点 是我可以接受的 那不知道你会喜欢更舒服一点呢 还是更硬一点呢 当然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底盘结构用的是 前脉浮讯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 并且它是前后全框式的副车架 所以它这些底盘的配件 可以给它提供到那种稳定性和支撑力 真的是表现特别好的 那另外在续航和补能方面呢 其实领克J20它全系都是后驱的 并且它的全系的续航都是530公里 那它有一点比较优秀就是 它用的同级都非常少见的 4.5C的充电倍率 是可以在15分钟之内 从10%充到80% 那你换算一下的话 就是它可以在15分钟 补制续航就补到了370公里 那意味着你开着这台车 让你去跑长途都是完全没有毛病的 因为它的补能效率很高 另外它530公里的续航 那对于你来说 可能让你充满一次电 空情一周甚至两周都是OK的 那这台车呢 现在是已经开启预售了 我看了一下预售政策 有两点是我比较喜欢的 一个就是这台车 它是有搭载14个扬声器的 哈曼卡顿音响 选装的价格是8000块 但是你在预售期间下定的话 直接送你这个价值8000块的音响 哇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个吸引力真的是很强 另外就是它现在也是有下定1000 抵扣到时候为款的3000 那意味着它的预售价 又可以再减2000块钱了 那这一点也是挺不错的 OK那么十几万的纯内SUV 在这个市场上可以选择真的太多太多太多 但是你又会发现像领克Z20这种 能够提供你那种潮流时尚的外观 然后4.5C的充电倍率 以及它的操控乐趣 包括它整个的品牌形象 和它的整个产品带的那种品质感 那这种选择又真的很少了 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得到 领克Z20它也是瞄准了现在年轻人 或者说新生代家庭的用户 它整个的品牌形象以及价格 都是非常适合现在年轻人 对生活品质不断就越来越高的那种追求 OK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试驾内容了 你对这台车如果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话 不妨在下方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留言吧 我们下次再见